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漂亮的性价比非常高的一套房子 然后呢这个房子你看它的大理石 大理石的升级非常的好 橱柜纯石木的升级也非常好 所以呢整体来讲这个房子是很棒的一个选择 不管是投资还是自住的选择都非常的棒 再加上呢这个房子的色系差不多是灰色调的这种墙 所以会显得整个房子的感觉就很亮堂 而且我们现在来到它的主卧 可以看得到主卧你看这个地方的条高也很高 虽然主卧并没有很大 但是非常的实用 隐秘性非常好 因为它的床 我现在在床的位置 你看床这边是没有窗户的 它的窗户是在这个位置 它错了一下 所以这个隐秘性很好 而且你看它来到这个厨房之后 不不 厕所之后呢 你看厕所的这个地方也是石木百叶窗 这种厕所还用石木百叶窗的设计很少 所以这个房子真的是挺不错的 那我们现在呢先来看一下这个房子 然后具体的什么信息我会写在下面 如果你对这个房子感兴趣的话 可以先加我微信或关注我的微博联系我 我们来看这个房子吧 这就是一开门进来的样子 看到它的大落地窗了吧 很美 你看我现在要介绍到这个房子的各种细节都非常好 你看它在旁边的这个石木百叶窗都做好了 所以一般这个地方就贴一个那种 那种磨砂的玻璃 但是它做了石木百叶窗细节就代表 这个房子一定很多细节上是很讨喜的 那现在我们先往左手边看 这就是一个书房 看书房石木地板 虽然不大但是精致 很对的其他这个价格还不到四十万美金 主餐厅 然后右手边这边 过来这边是一个卧室 它做成了一个孩子玩玩具的地方 然后你看这个卧室是一个套房 所以它这边是有一个洗手间的 所以你看它一楼就有两个卧室了 主卧在里面我们待会进去看一下 这种实用性就很强 看一下这个储藏间 好 现在我们就来到它的客厅了 看这个客厅有多大 非常敞亮的一个客厅 现在我拍摄的这个时间是休斯顿的下午三点半的样子 看三点半的采光 你就知道它很亮堂 主要是这个房子的窗户多 所以任何一个时间内的采光都很好 非常的板正 墙是灰白色系的 最近流行的灰色系 厨房 然后早餐厅 看早餐厅的飘窗 可以坐在这儿看个书什么的 然后呢 石墓的 整块大石墓的百叶窗 定制的 这都是房子档次和细节的体现 我们看好房子不仅看价格 就是看它的细节了 大理石 都是用的高端大理石 看它磨损的程度 很干净 上面可以装上冲湿抽油烟机 然后橱棍 纯实木的 烤箱微波炉 这就不用说了 好 让我们上里面来看一下 这边 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位置呢 就是客位 然后再往这边走 是洗衣房 驱车库的门 一个这样的鞋棍 再往另外一面走 就是 主卧室 它这个主卧室很个性 你看 它这个主卧室的床在这边 窗户在这边 窗户很大 而且挑高很高 大落地窗 所以这样的话 你又有隐秘性 卧室采光又好 然后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 就是洗手间 洗手间这儿 石木百叶窗 马桶间 往这边走呢 就是衣帽间啦 男士衣帽间 好 然后这边来看 女士衣帽间 这个设计很方便 然后中间这个干嘛的呢 一个小储藏室 这种的设计让人住起来会很顺手 好 现在我们就去二楼看一下 一上来二楼就是一个大的game room game room的左手边就是放映厅 它的放映厅并不大 但是它放映厅有窗户 所以这个房间做一个卧室是完全可以的 好 再上另外一面看一下 这边呢 是一个带着洗手间的卧室 很漂亮的公主房 然后我们再去另外一面 好 左右两边各一个卧室 共用一个洗手间 左边的卧室是男孩的卧室 中间有一个洗手间 然后再看右边 女孩的卧室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套房子咯 我们现在去它的院子 看一下院子是什么感觉 好了 我们现在去院子看一下 院子就是这样 并不是很大 没有泳池 但是这样也便于您打理 看 小树屋滑梯 给孩子们玩的 跳跳床 然后 就是这样子的 这边是花丛 一个很大面积的印花 可以用来BBQ party的时候用 这个印花做得还很好 下面是铺着瓷砖的印花 不是简单的水泥 然后这边有个大派地 我可以坐着过来 吃个东西什么的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房子了 如果您对这个房子感兴趣 或者是对修盾地产感兴趣 欢迎随时联系我 我是Gigi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